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昨晚剪片的時候,我發現我又忘記錄過開頭了 所以現在偷時間臨出門前,立刻補拍intro 有觀眾告訴我,很喜歡看不專業廚房,很喜歡看我煮東西吃 其實我覺得自己拍得不太好,很簡單很簡陋的東西 但可能大家都是廚藝身手,不太高技巧,不會煮太複雜或太多不同材料的東西 所以我這系列都有一班固定的觀眾存在,謝謝你 前幾天我煮了一個很好吃,我很喜歡的咖喱汁牛舌心 如果大家有興趣,不一定要煮牛舌,可以轉其他材料 但蛋的汁真的很簡單,沒有技巧,新手煮到,小學生都煮到 總之如果你有興趣,我們回去煮食的畫面 今天會用到的材料,全部都在畫面那裡 有我們的主角牛舌 這個是牛舌心,如果不懂買的話,去現在很多食材店 可以整條買的,約$8-$5-$200左右,多大條 我自己就在街市牛肉檔那裡留了 然後有蒜頭,有乾蔥,有冰糖 然後有洋蔥和薯仔,是我的咖喱好配角 然後就會有雞湯,有椰奶,有魚露,還有這一瓶是咖喱粉 我自己習慣就是用這個牌子,覺得很香 它有辣度,也蠻辣的,所以記得不要放那麼多 第一步,我們處理食材,把薯仔去皮 洗一洗它,然後拿出我們的$12佔神器 然後一路刮,它的薯仔皮就會脫掉了 但如果大家家裡沒有那個的話,用一個批皮刀 正常地批薯仔皮就可以了 這個份量夠我們三個人吃兩餐的了 這裡一會兒才用的,現在不需要用它 洋蔥就看看自己想加多少 因為媽媽不吃的關係,今天就用半個 然後再把它這樣,隨便切好了 吃咖喱在裡面也看不到它什麼樣子 總之切開它,我就覺得已經完成了 搞定 輪到乾蔥和蒜頭,乾蔥就會用完整個 蒜頭應該用一半就夠了 乾蔥又是隨便切碎它就可以了 最重要,最重要是不要切傷自己 今天我們就不用做蒜蓉了 基本上我們去完衣,然後拍片它就可以了 隨便把它壓一壓碎,跟剛才的乾蔥一起放就可以了 因為一會兒是一起用的 清好牆之後,準備的功夫就已經完成了 錄到一半的相機壞了 夠的片段都沒有聲音 幸好發現得快,現在我就聲音到航了 開鍋落油煎牛舌 煎了一半的了 其實我現在另外這一半 我們都是兩邊煎到去金黃色 然後就可以上碟備用了 同一個鍋,我們加少許油 然後就爆香乾蔥和蒜頭 用中大火炒一會兒 聞到有香味的時候 就可以放洋蔥了 全部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洋蔥炒到半透明的狀態 拿一瓶咖喱粉過來 以我的經驗,放1.5湯匙 香辣度是最平均的 放得太多會辣過頭 放得不夠,香味又差一點 然後我們轉小火 快炒一分鐘,把所有東西拌勻 然後把剛才我們煎好的牛舌 全部放進去 然後再拌勻 慢慢拌就可以了,不用急 相機不知道為什麼又拍不到 總之剛才我放了冰糖 然後現在再加半湯匙的魚露 和一碗雞湯 加完雞湯之後 就可以再加一碗熱水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拌勻 先拌勻 開大火等到水滾為止 就可以做我們平時的步驟 關鍋轉小火 為了方便我自己拍攝 我就把它移到旁邊炆 炆30分鐘左右 然後關火20分鐘 記得中間不要開蓋 在關火期間 我們就可以準備炸薯仔 把薯仔全部抹乾 然後放進鍋裡炸 不需要大火的 中小火用耐性慢慢炸就可以了 記得不要走開 要看著進度 過程應該大約10分鐘左右 每邊都炸到金黃色 就可以一件一件拿上來了 我現在聞到是很香的 很棒 很想馬上灑點鹽去吃 這個時候我們檢查一下 咖喱牛舌變成怎樣 我們現在是水滾滾 不用擔心的 因為最後會收汁的 試一下牛舌 你會看到有彈性的 我們把剛才的薯仔倒進去 看看需要不需要加點水 可能加多一點會好一點 先開火 煎回中火 然後我會在這個時候 放兩塊香葉 家裡有就有 沒有就不放也可以 要再炆大約半小時或四小時左右 當它大滾的時候 現在是炆了二十分鐘 再煮一會 那些薯仔 我看到薯仔開豬 已經融融了 等它煮一煮 我們就調小火一點 然後倒進椰漿 整盒裡 其實我不知道這條片 看上去會不會很噁心 但是吃下去很好吃 我經常煮的東西 都好像是這樣 排好了之後 我們把咖喱汁 現在已經是很稠 淋上去 真的不要開玩笑 這種的稠度 拌飯一流 完成了 我已經盡力令它看上去更漂亮 專業廚房差不多了 薯仔炸過之後 它不會爛的 但是裡面已經炆得很軟 是很好吃的 人類吃之前當然要餵飽主子 大家看一下小筋 它現在已經好像狗仔一樣 坐在這裡等東西吃 轉 坐好 轉 上來 好啦 那今天的不專業廚房時間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因為我煮給家人吃的關係 今生不再長 就沒有它很精彩的食癖 希望大家不要失望 下次我再找它過來 這個咖喱汁不一定要煮牛舌 煮豬扒 雞翼 所有其他東西都可以 是很Flexible的一件事 而且味道真的非常好 很香濃 送飯真的一流 爸爸媽媽都會很喜歡 他們說好吃的茶餐廳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生片 逢星期六更新 和星期日更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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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